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一下今天很多新聞講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0月14日,終於星期五了 今天天氣是天晴乾燥,最高氣溫約31度 吹和換止清靜的冬至冬不風 接下來星期六都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下星期初至中期風勢頗大,天氣較涼 下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氣溫下降至20度或以下 留意一下,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概是10強至15高 是,有什麼新聞講呢? 很轟動,有人在地鐵的駁那裡 長樓梯就滑下來,嚇死人了 險象環身,玩命線梯 港鐵已經報警,事主說跟走路一樣 你以為很危險 這些叫做特技跳躍 他玩這樣的東西 很危險的 但看他的動作似乎就... 因為他夾著邊,對他來說就好看 不過如果你說個個都這樣說 當然會有人跌倒 一定要這些不可以 此風不可掌 另外有位休班警員 不是休班,sorry 退休,退休警員 轉行駕駛的士 發現猝死在的士裡面 究竟什麼事呢? 一會兒告訴你 有一條影片封傳 有位警員 應該有幾個警員 抓一個人 然後狂吐五棍 片段封傳 又是什麼事呢?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這樣的新聞很多 不過圖也有很多 所以就好像看起來好像少了些東西 不是的 很多新聞的 那位長洲上訴王 就跟你上訴免針止 他覺得香港不能夠什麼未審先判 你如果上電視就會看到他在說這些話 那被揭 這位上訴王已經打了三針 就非相關人士來的 申請發援就被拒絕 稍後就告訴你詳情 詳細新聞內容 放寬的限聚令 上限到12人 那就好 看到有些放寬的 還有稱讚他 政府現在那個 4時多的新聞 有個新的 不見了張竹君 有個新的女人說話 那些語氣說得挺好 公關做得挺好 但是確診方面是多的 已經超過了5000宗 去到5622宗 多8個人死亡 真可憐 學校有647人情報 涉及459間學校 有11間學校 11個班別停課 歐九雲表示 過去一個星期看到每天的個案數字 開始再上升 過去七天每天平均4871 今天多於5622 所以挺厲害的 下星期四開始 20日起會適度放寬 包括餐飲廁所 酒吧 夜店 戲院 博物館 匯子等 所有場所表演 都可以恢復 嘩 有得出來唱歌仔 那些酒吧 有個放寬 但是確診 確診 昨天他說 如果可以下調 數字下調 我們也會繼續放寬 但是看到大廈也有多了 70個地方納入強檢 沙田也有9棟大廈上榜 周圍都有了 大埔不見是多要強檢 不過之前檢測了 大埔也不少人確診 因為我們知道 周圍也有強檢 自己看看 安心出行或者下面的通告 不然一筆東西很貴 一定要檢測 好 說一下 澳門 周六起 就說 削港台及外國人隔離期至7加3 減兩次核酸檢測 好 麻煩了 本身是7加3加4 現在減至7加3 可以了 這些明白的 好 慢慢說 有個類病追 說惡菌集港 下完大雨之後 就高危 會導致敗血症可以致命 已經有29宗這些個案 大家要小心 其實都是防不勝防 細菌通常經傷口吸入感染 他說豬牛羊這些都可以帶毒 不知道怎麼搞的 真的 這支病毒的東西看不到 不過只有G字也是好的 病情的發展 患者會出現敗血症 嚴重的就會腦部感染 兩者都是致命的 所以死亡率達到40-75% 香港現在暫時20% 死亡率很嚴重 很嚴重 Omicron才是0.1多 大家自己 他說 避免接觸感染 土壤 但你不知道 如果是崛泥有機會 但你說是不是崛泥 特別大機會 如果是的話 深水埗就不是高危 深水埗哪有這麼多崛泥 有些人通常在新界區條理農務 是這樣的 原藝、種植活動 這些要戴手套 和穿水虛 避免受泥土感染 其實現在病原看哪來都不知道 不知道的 知道的就告訴你 不知道的就沒辦法了 好 講一講很多新聞 先講什麼 啊 這宗 元朗 公廁內暈倒 消防員破門已入 找到針筒裡有海洛嬰 尼泊爾食的男人藏毒被捕 在元朗康景街 前晚8點 剛剛彈出來的新聞 但問題就是 你知道這些新聞很多嗎 我在旺角看到那個公園仔 信和旁邊有公園仔 有個男子二十多三十歲 就這樣躺在這裏 我都覺得他拍了東西 因為我看綠水漂流的時候 吳鎮宇是這樣的 但不知道 轉頭兩三個字不見了這個人 已經是光天化日 他們上來哪有時間選擇 這些就是吸毒 就這樣躺在這裏 但就說有些人躺在這裏 真的走了 所以這些消防員 都要去救人 救護員 為什麼呢 有個退休警長 轉駕駛的士 昨天早上 拍了車在粉嶺 突然間暈倒 在車內 宋苑死亡 昨天精神六點鐘 有個新街的士 拍了在粉嶺雷明路 衛康對開的路面 然後 昏迷在車內 救護員趕到現場 發現司機毫無反應 馬上急救 再送去北區醫院搶救 最終死亡 警方正調查事件 亦在座駕發現了一些藥 案件列作有人暈倒 但送院後死亡跟進 這個退休警長65歲姓陳 退休前 在新界北交通部駕駛的士 駕駛了六七年 昨天早上五點左右 他接耕 接耕後 跟行家一前一後 拍了在雷明路對開 行家一度洗走十幾分鐘 回去的時候 發現他暈倒在車的位置 於是馬上報警 可惜送院不致死亡 據了解事主有高血壓 但平時健康是OK的 周末周日都會行山 的士車行負責人 及車主蔡生 到場了解協助警方調查 蔡生也是退休警察 原來很多的退休警務人員都會租車 去做的士司機 真的有所不知 原來他們做完工服之後 退休會去駕駛的士 這些都是的士司機 經常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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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這條影片拍到的 真的不是暖差這樣拍的 他們有勵的 要橫掃腳 拍到那些打上身頭的 你眼花看錯 這條影片肯定沒有的 網上瘋傳一段長約22秒的短片 看到數名警員在上水 一個叫秦府街4號對開合力制服 兩個分別伸穿 黑衣黑褲和白衣黃褲的男人 這兩個男人一度被推撞去一間食市的鐵閘 黑衣男起飛腳踢警員 一個警員看到這樣 拿著警棍就開拍低 拉扯奸 兩個男人變成沙滑地沙滑地 黑衣男情緒異常激動 大呼小叫 極力掙扎持警棍的男警 向他臀部和腳下身部 揮打了五棍 發出啪啪的聲響 片中可見情況混亂 糾纏之際再多一名男警 向前把跌倒後壓折底部的白衣男拖出 只見他倒臥地上毫無反應 其間另一個警員又加入 將懷疑同行的另一名男子分隔開 而黑衣男全程不肯就範 四肢狂帽截片的末段 兩名警員按下地 片段尾沒有交代時間和確實的日子 但是看到還是看不到 看不到有沒有戴口罩 照片段有否戴口罩 好像又又好像沒有 背脊得著 我眼睛就看不到 但有些人說為何經常看到西瓜 沒有的 你的Youtube尋找到是暴力的 打人的事件 Youtube是不能上映的 所以經常說變成西瓜 變成一張圖沒有東西看 我口述給你聽 不是怎樣 Youtube是這樣的 Patreon Patreon什麼都可以看 拿一支蘿蔔出來看 去Patreon追我們 說到有件事是瘋的 是玩命的 港南在南昌地鐵站出名 那個長命樓梯 他當是sir滑梯 玩命sir三層高滑梯 是三層 打斜垂下來都很高 很長的 網民說犯法 是否為了拍抖音要玩命 日前一個港南在南昌地鐵站 懷疑進行拍拖 或者可以叫做x game 極限運動 青年跳上兩至三層高的斜坡 在人來人往的電梯 一躍而下 玩命的sir滑梯 影片在網上封傳 網民質疑這個行為 犯法 港鐵已經報警處理了 當然犯法 但什麼法我不知道 我直覺覺得他犯法 sir很快會抓到人 這條影片的標題寫著 你說是南昌 他寫港鐵金鐘站 會不會是有些 我告訴你 我在這裏 有人說是南昌 寫著 hashtag不要模仿 專業訓練 片段19秒在youtube封傳 放youtube 又不是放抖音 為何上下的資料有個不同 同一份報紙可以說兩個版本這麼厲害 片段兩個角度拍攝剪在一起 他說是sir sir sir了11秒 差不多 片段很危險 觸目驚心 畫面令網民心驚膽戰 事發地點人來人往 如果有什麼事滑兩邊 你就真是糟糕 分分鐘死了 你知道 左邊看到是樓梯 摸下去是無敵風火輪 好像黑熊死了就糟糕了 幸好就像咖啡貓那樣 可能沒事 但滾到其他人就打保齡球 這是一個非常自私的行為 不應該去玩這些危險的事情 網民批評 拍片握like 玩命行為 懷疑那男人玩抖音 原來不是 YouTube有看 離譜 港鐵方面已經報警 根據港鐵附例第28B條例 清楚列明任何人不得在鐵路處所的任何部分 運來攀上攀越或跳上跳過任何場壁難山難漲 旋轉閘或柱子都不能夠這樣做 所以這些就是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不可以 大家千萬不要跟 另外 全香港第一的沙田第一城鎖車隊發生什麼事 有人挑戰他 私家車被人鎖了之後說 開車照開車 人家連鎖也弄爛了 文明全港沙田第一城鎖車隊又有結作 網上封傳一張照片 有人被鎖 我告訴你 我照走 結果前輪一開 就整個鎖車的鎖都爛了 鋪上的網民表示 第一城這輛車被鎖了 不知道一開車就爛了 我想連鎖都爛了 怎會不知道 硬打算開爆 不知道 整塊橙色的東西在車輪上不知道 很多網民就笑 叫車主陪鎖給別人 但整個鎖車隊就會跟他說 先生陪鎖才走 開車前司機應該看看自己的車有沒有問題 整個鎖 整個私家車又輪 目測轉了45度 嘩 鎖都彎曲 叫車主陪鎖 很多人就說 很危險 拍在右一城 大家小心 單車都不敢拍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另外說一下掃黃事件 警察在觀塘掃黃 經常說 人們叫什麼 你知道跟什麼女性交交的行為嗎 警察拘捕六十歲流行 嘩 真是做人家媽媽 生活逼人 出來幹什麼 和人按摩 為防疫被罰款 按摩是不是和你達菲茲 真是恐怖 口窮 昨天下午到晚上觀塘 碎和街婦人街密華街康寧道 會警道展開掃黃行動 拘捕了一個六十歲姓黃的本地女子 梳士他人作出不道德行為 不可以這樣 這些又被人賴 六十歲 這個男人自己小心 不要亂去 所以幾十年前有個叔父跟我說 他說那些劉鵲 不要搞了 他說為什麼 他說叔父做得我媽媽 不是你媽媽 我那時候十幾年頭 叔父四十歲 那時候叫他做叔父 真的是他媽媽 六十歲 那些劉鵲 嚇死人了 不要搞 另外 講講這個 張君浩情侶吵架 發現有大麻花雙雙被捕 剛剛凌晨兩點五十分 張君浩 康城路一個二十九歲姓蘇男人報警 說他二十歲姓盧的女朋友在上指單位因為鑰匙爭執 你吵架 吵架 阿sir上來 哈 調查期間發現單位裡有十一刻懷疑大麻花 毒品總值二千三百元 初步調查這對情侶涉嫌藏毒被捕 你這麼愚蠢 你自己家裡有事就報警 報警說 那女兒因為鑰匙爭執 你也不用報警 進來阿sir可能聞到味 十一刻二千多元應該也有很多東西 進來發現有貨在那裡 為何這麼愚蠢 你不就罵大了兩個人 吵架 然後又報警 沒理由 自己家裡有事 為何會報警捕自己 這些愚蠢 不得了 警察在元朗打擊販毒 也捕了兩個男人 起了4600元的白粉 4.6克的海樂嬰 原來市值是這樣算的 4.6克是市值4600元 這些都沒想到少 根據香港法例134張 販毒最高罰款500萬和終身監禁 藏毒也是可以罰款100萬和監禁7年 千萬二身事法 很多新聞都說不完 告訴你 講講那個長洲上訴王 我在網台聽說他在台灣那邊讀法律 做過很多上訴行為 包括2019年 做一些小運動涉及的那些 這位人士叫郭卓堅 被人發現 你打齊三針 不屬於相關人士 申請法援被拒絕 應該他沒問題 因為他講話也很有point 因為他自己以前 這個長洲覆核王 聽說是讀法律的 可以不可以的呢 會不會自辯呢 因為他決定 廢除免針止 這個決定是違法的 要求法庭推翻 高等法院的法官是ok的 你可以審 消息指 郭卓堅被法援處拒絕 批出法援 原因是 你打了三針 你不關事的 你不是相關人士 所以無權取得法律的申請 那時候聽他說 我不知道看哪個片段 又說他也有免針止 難道我看錯 還是其實他打了三針 都拿了免針止 不出奇 他怕要打第四、第五、第六 或者什麼原因都好 可能打完有點不舒服 然後跟醫生溝通 我也不知道 究竟他有還是沒有 我說他已經打了三針 不知道 這個消息都很突然 聽回來整件事 不要緊 他這些成勢的使命感 他自己做這些事情 都不要緊 另外說說 有個七十多歲的婆婆 墮入假公安的電片 全身家七百六十四萬 全都沒有了 七百六十四萬 集束 被假公安登門 索取個人資料之後 怎麼都沒有了 他說這個女人 其實已經移民了 來新加坡 71歲 退休婦人 去年年中回香港賣樓 近日误度假公安电骗陷阱被自称是内地公安的骗徒 指使新银行户口多次汇款上去 更假冒公安局辅助人员登门索取老虎身份证 银行户口资料和取走他的手机、SIM卡 老虎最终痛失764万的积蓄 和刚卖完楼所得的款项 你全部给人? 小孩问你拿钱也不说给了 原来一个公安两个字 就可以给人 这位差一岁的女受害人姓范的退休人士 03年退休后 本身移民在新加坡和女儿一起住 上年回来香港卖楼 上月初 这位老虎接到自称内地公安讲广东话的男子的电话 就说他曾经去过广州 接受过隔离 他否认我都没去过 其后另一个自称公安局的高级官员 粗普通话的女子 致电老虎 他说你花黑钱 要你开设一个新的账户 把你有可疑的钱 全部给我放进去 总之 有一元是黑钱 你就 糟糕了 他把钱全都过了 分三次合共 700多万的钱都过了 开头是700万 到11号 骗徒将他紧如64万 都叫他过了 你还有钱 我告诉你很大罪 洗黑钱很大罪 他将那些钱 连那64万 总共764万 只剩下几百元在户口 几百元 好心你几百元就不要 过来给人 如果真的相信有危险 是会有事的 但是这些是骗局来的 我想告诉你 如果有公安打给你 我可以先给他线 无端端公安为什么打给你 香港警察打给你就说 香港警察都不会打给你 要找就直接上门找你 这个很糟糕的 成世人的迹速700多万 连同卖楼 一致给人 他连他把sim卡上门 拿走 你的电话记录全部都没了 很糟糕 但是这个银行 过去哪里应该都知道 要拉没就拉不了 最怕是他怎么海岸离岸 然后香港法例又停止不了 那些钱 再转转转转 就不知去了哪里 真是很糟糕的 另外大学里面 有人扮作遗失财物求助 两天内三个青年被骗钱 27岁的男人也是被捕的 他什么事呢 他昨天抓了一个在大学骗钱的男人 三天里面有两家大学 骗了三个青年6000至18000元 你调查发现 原来被捕的男人说自己 不见了手提电话和银包 就很惨了 开了空头支票 我给你支票 给现金 我现在死了 啊 这样 扮惨 应该是这样 语气吧 三个年龄介乎17-22岁的男人 男人在读书的报警 他把资票给我 叫我给钱 给钱 拿了10000元支票 你给6000元我可以 他当然相信 着手转手赚几千元 发败了发败了 然后是弹票 空头支票 几笨 贪心 之前是靠客 公安 这个就 可以了 10000元支票 给3000我都可以 被人握了钱 哪有这么大招 随街跳 然后讲讲 我们前几天在讲的 长沙环太空仓 长沙环太空仓 业主 被罚了 未遵从清策令 7年租3次检控 哇 厉害了 厉害了 他每个月收33600元租 三度被人罚款 7年被罚了 25692元 最高一次罚了14000元 人家月收入也33000元 法官 什么事 你在香港怎么罚款 罚到人家 人家年收入 12家太空仓 是多少钱 接近40万 47年罚人25000 你现在香港法论什么事 你说他是为例 你偷他继续做生意 但是不知为什么 每个月人单月都赚33000 7年罚人25000 你真是叫做什么 交了数 可以继续经营 这个很离谱的 已经有三次的 这些所谓的清策禅建物的 的禁令 真是罚了三次款 这样的价钱 都可以 当交租 现在生意继续做 他又不是抄家 不是什么 这9年每年40万 9436 360万 的收入 只是罚人2万多 不就比交税 有没有搞错 很离谱 这些事 不知道 之后会不会跟进 是新闻报出来 我们才知道 好了 讲讲另外一些新闻 有辆四驱车 乘架飞了下山坡 很厉害 在北角发生意外 是今早 7点24分 有个男人 开着四驱车 途径 宝马山道 去到塞西湖大厦 对开 整辆车 堆了下去 司机掉头失事 惨上行人道 撞难 冲下山坡 司机没事了 车有时间才能够上来 这些有时间就掉了 其实 只是说塞车来说 也有 家事居道 私家车翻车 司机不见了 往葵冲方向交通 受阻了 人为什么不见了 车翻了 今早6点57分 家事居道天桥 往葵冲方向行驶 去到旧油麻地多层停车场 失事翻车 车内空磨一人 哦 去了哪 警察根据车辆登记资料撤发联络车主了解事件追查司机的下落 受意外影响 整段路交通制式 荒死人 不知道 什么价 什么价 走了不用验 真是不知道 究竟是不是 不知道 另外说一说 大集蟹可以吃了吗 抽风起 三蛇又肥 这些东西就有得吃 很寒凉的 打击非法大集蟹 食環署销毁了20公斤 两间集货店 两间集货店未经批准出售 这样就会被销毁了 你验一下有没有问题 你自己内部派了 整件事就没那么浪费 但是他说这些 是未经准许售卖的水产动物 这些一经违法 可最高罚款5万监禁6个月 他们已经把20公斤的大集 烧毁了 如果大家想吃就在正途购买 今天时间到这里 谢谢 拜拜